現在我身處在CVS的外面 這個針口位的上面 現在才來發作 我現在開始流鼻水 大家說的消息 因為今早一打開的新聞 就已經看到有個孕婦沒有打針 接著就生了嬰兒出來 就已經嚴重到進了醫院 先都問醫生 我問了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我打完COVID-19這支 booster shot 有沒有一個研究去醫學報告證明 究竟是如果我直接打了給媽媽 然後傳授抗體比較高 還是用母語餵給寶寶的抗體比較高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現在我身處在CVS的外面 那我就決定打這個 booster shot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 今次的 booster shot 我就去CVS選擇 因為政府今次沒有刻意說 要去指定說要Support打先 或者費城市場打先 所以今次是可以 你想打的就自己選擇一個地區 上一個地址去打 然後又是 帶齊你的文件 例如ID 你的medical card 然後還有 上次你打完CDC那張針卡 之後就可以去這裡打針 這裡很好 是有溫馨提示 事先會發電話提醒你 你會去這裡打針 然後提前十五分鐘 然後提醒你去之前要喝兩杯水 十六盎司 至少的意思是 讓你的策略效果沒有那麼強烈 還有他都建議你打針前 最好穿短袖衫 但其實我想說 現在冬天 我們剛才出門口 已經負六度 在說攝氏 所以穿短袖衫對於我來說 其實都比較普遍 好了 那我就打了針 那就 那個傷口就在左手邊 那就在 這個針口位的上面 那現在差不多十點了 那打針大概 兩個小時了 那我手臂都開始有點被 那我剛才回來 就立刻沖了涼 還有去吃了粥 因為剛才煮不切粥 那就跟大家說 因為他 剛才我也跟大家說 就是說 去打針之前要去喝多點水 那因為 我真的 原來發覺 因為大吐泡 因為去到後期 要忍了 真的 那個程度是 好 好難的一件事 那我也喝了很多水 真的 變相回來 我剛才 他叫我打完針之後 15分鐘才離開 但我不夠15分鐘 我就已經叫 我打完我的情緒 比上一次打針的感受是好一點的 那他有問很多我私人的問題 那還有他有解釋到 他打這支針的什麼情況 他例如說 他說打了之後呢 十二個小時內 他就有輕微發燒 可能會有 人很不舒服 會喉嚨 可能很不舒服 會喝多點水 很乾 那二來呢 可能會有 有機會 可能會有少少 鼻 痛 又或者可能有 有些人嚴重的話 會吐 那還有心臟 跳得會特別快 會拿著拿著 那他說這十二個小時內 反應就是這樣 那我就 明天會錄影一下 還有後日 就看看情況 會不會是真的 如他所說有這種反應 大概是一切屬於正常的 不過呢 我就感覺到我現在這一刻 那隻手是很熱的 人就有少少尖寒尖凍痛 第二次的反應都是一樣 還有呢 也有少少疲倦 因為 可能本身 孕婦本身又累了 打來這支針會更加累了 所以呢 我也奉勸大家 如果孕婦要打針 最好找你另一半 可以照顧到你 如果不是的話 萬一在家裡有什麼事 其實都挺麻煩的 紅鮑爽 給你一份 你會不留在酒 湯 哇 原來呢 他現在才來發作 我現在開始流鼻水 然後那個人有點瘋,很頭痛 剛才看看電視,我已經覺得頭很瘋 這裡很痛,你手一定痛,但現在很瘋,還有流鼻水 嘩,真的 我是不是中了一招 不是,開玩笑而已,我不知道,應該不是 但上次我見老公打完之後也是這樣,是不是 他在下頭,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好,待會再看看怎樣 好了,已經今晚十點鐘的時間了 都是要上床睡覺了,不過都跟大家說 剛才拍了給大家,我有傷風,頭痛 我最後都沒有吃Panel 我都是靠睡覺,還有不斷喝水,才叫做好些 其實相對來說,現在十點鐘 其實都過了剛才,就是昨天醫生所說的 十二個小時內會發生的事情 大部份都中了 只是有些,例如心搞痛都 我不知道關不關事 因為本身BB都有影響 但是,所以來說都OK 剛才睡覺之前,就想著 喝些檸檬水,看看會不會好些 果然真的有癡 但就經常去廁所 對,所以來說都OK 而且現在都沒有再去打黑癡 沒有再有頭痛、頭暈、跡象 不過是個人有點疲倦感 還有肌肉是有點酸痛的 我都希望明天會好轉 Hello,今天已經過了一個星期 打了針之後 我都尚算安好 這個星期,我都感覺到寶寶踢我的 不過,我都今天去鏟劍 都看看寶寶的心跳 有沒有特別有什麼影響 慢一點,還是快一點 都跟大家說的消息 因為今早一打開的新聞 就已經看到說 有個孕婦沒有打針 接著就生了寶寶出來 已經嚴重到進了醫院治療 就失敗了這個很嚴重的病 所以我也覺得打針也是一件好事 好了,我們現在出發去看醫生 待會再跟大家回報一下 好了,我們就看完醫生 目前來說,寶寶的心跳也是正常的 大概量度到153 跟上一次也是一樣 還有,寶寶是轉了頭的 剛才也問了醫生 我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我打完COVID-19 這支Booster Shot 有沒有一個研究去醫學報告證明 究竟是 如果我直接使了解釋給媽媽 用 lockdown 或用母乳 攻擊給孩子的抗體 美國醫學報告 暫時沒有刻意抽掉 完成調查 不過還有其它方面,它還要講 現在以及某些版本 他說其實兩樣的抗體都是一樣 不過我很感謝他 因為今早看完新聞之後 真的有個孕婦堅持不打針 然後就已經嬰兒和他出事了 醫生也有說回為何他這麼建議孕婦去打針 就是因為如果媽媽一染到肺炎的時候 他就說會很嚴重 會直接影響到嬰兒的呼吸 所以如果媽媽的肺呼吸不暢順的話 都會直接影響到嬰兒 所以他都建議所有的孕婦 都去打針才去生嬰兒 就變成嬰兒有抗體 媽媽也要有抗體 以上都是我自己個人經驗 打這個booster shot的經驗 我暫時沒有特別的事情發生 都感恩的 但是這個短片就不是鼓吹大家去打booster shot的 只不過是我以一個過路人的身份 我自己都試了 我都希望到那天生的時候 都不會說有刻意 無端端有感染 或者就算感染了也不要緊的 都有抗體 至少都不會說一來就入icu 或者要用氧氣罩來呼吸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人媽 就像我這樣 如果你頭一兩支針已經打了 而隔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正在考慮打booster shot 你都可以作為一個考慮 至於是打Mondana好一點 還是Pfizer好一點 其實現在在美國的新聞裏面 以及醫學報告都所說 Pfizer和Mondana打針 都是被建議孕婦打的 但至於Johnson Johnson好像是沒有看過的 因為Johnson Johnson的有效程度 是沒有Pfizer和Mondana 用mRNA的蛋白去做得那麼好 一切的資料都在這裏 如果大家對booster shot有任何疑問 特別我 打人之心有任何什麼反應 都可以隨時留言給我 我都以一個個人的身份 經驗去跟大家分享 但還是建議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找回自己的醫生 因為我不是私人醫生 純粹是個人影片分享 今集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like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是大肚子的 記得share給他看 如果你還沒subscribe我的頻道 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